那我觉得这个变化是一个很正向的相互时间的这种影响 比方说我们现在家长普遍在教育上比较关注的一个特质 就是孩子的自信心 那我觉得他这学期在这个自信方面确实有很大的提升 在这个ID框架下的这种学习和社团活动的这种参与 让老师看到了他的价值 然后他自己也有自我的这种认可 所以体现在他的学习上他就比较自主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教育里面学校做到了这种知情合一 包括杨孝说的一句话我印象时刻就是说 每个孩子就像每一片不同的树叶 我们不要去攀比 其实学校能够打破这种教育的就是围墙 然后在这个时候逆游而上 让家长保持住了那份教育的初心 孩子继续保持他的好奇心 探索欲 自我完善他的这个个人的发展 一天一天的慢慢去积累去做好